好 跟同學介紹我們這一個關卡的任務 就是製作太陽人船 學校這邊會提供給同學 每一組又有一個TT馬達 走輪跟右輪的馬達 然後已經幫你把迷輪裝好 如果不小心掉下來 你自己再把它穿接上去 然後這邊電線 我們已經把你配好了左跟右 然後呢 接下來你還會拿到一個這樣子的保麗龍 那保麗龍 你也可以用保麗龍切割器 保養切割器 只要這邊開關 這裡的開關導通 它就變成電池導通 這個列弱絲就會發炭 那你就可以去做塑形 假設我要畫這邊是一個弧線 你可以用鉛筆畫線之後 進行塑形 塑形 完成這樣一個任務 那不要說記得要把開關關掉 避免它一直在過熱 然後呢 接下來下一個動作 我們要把我們的馬達 我要把我們的馬達 裝在我們的船上面 那我們最簡單的方式 我們可以使用的就是泡棉 我們使用的是泡棉 那會提供給你10公分的泡棉 泡棉你只要把泡棉黏在馬達上面 我把它黏在馬達下方 那有的同學 他想要更好的造型 那你就可以自行設計 那位置你可以自己先畫完線再連接上去 那最簡單的就是直接把泡棉黏在馬達下方 但是你要注意囉 因為我們的保麗龍 你只要一撕下泡棉 它可能會跟著會掉下來 所以你要考量清楚你的位置 好 假設我已經把它固定完之後 固定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它的轉動的動力 那轉動動力 我們會提供給各位的是一個電池盒 會有兩顆三號電池 那這是串連 所以產生電壓是1.5加1.5是3V 紅色的是正極 黑色的是負極 那我們這邊紅色對紅色的接法 這邊就是按接 按壓 我就可以把這條電線卡在這一個接頭裡面 再按壓另外黑色這邊按壓 它就卡在這接頭裡面 那可以看到我們的船的輪子就在動了 因為我現在把開關關掉 好再動 那各位請注意看箭頭方式前進的方式 因為我的零輪往後拍擠 水往後扯船往前前進 那這樣子你就完成最簡單的電動船 但是我們要的任務是要產生太陽能 所以這樣還不行就把它關掉 好 那我們的太陽能呢 老師會提供給你的是這一根 一片一伏特 1.8安培的這個太陽能板 那我們的電路就長這個樣子 各位看到這邊 兩顆3號電池 1.5V 1.5V串連變3V 再串連這個1V 請注意是串連 所以我必須太陽能板的正極 接到電池的負極 然後再接到馬達再回來 所以請注意 太陽能板的正極接到電池的負極 要注意這個動作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就先把電池的正極先拔掉 電池的 對電池再接上去 我把電池的負極拔掉 那剛剛老師講的 太陽能板的正極要接到電池的負極 所以我們的太陽能板 各位觀察 在後方 紅色點釘 這個地方就是所謂的正極 我用鱷魚夾 紅色的把它夾住正極 那正極去夾到我的電池的負極 這樣產生串連的效果 產生串連的效果 然後接下來 我這個地方 我可以再用另外一條電線 把它接在我的這個接頭裡面 然後再用另外一個鱷魚夾 它能把負極接過來 然後變成產生是一個迴路 好那我們來檢查一下電路 來這個是負極 正極過來之後 接負極再接正極出去回來 所以1V加1.5 在1.5得到是4.5V的電壓 它就會轉動 那我就把電子開關打開 欸奇怪它怎麼沒有動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太陽能板 它沒有照光的時候 它產生的電壓趨近於0 所以這邊是斷路的 這樣子才正常 如果你這樣一打開就動 代表你就把它變成病臉 然後接下來我們用模擬乳素燈 我讓模擬乳素燈 讓它去照它 那各位可以觀察 它有沒有動 喔動了 可以去觀察它有沒有動 就動了 那這樣就完成了 你的這個湯仁船的 這一個樣的一個作業 然後接下來你還可以做就是 欸試著把它做定型啊 造型啊流線啊 讓你在比賽的過程中 讓它可以滑得比較快 那注意一下線路的部分 再跟各位同學提醒 它能板要跟電池要進行的是串連 不是病臉喔 是串連 那你也可以用 同學也可以用三用電錶 我們要提供給各班三用電錶 你也可以用三用電錶來量 左邊的DCV是所謂的直流電 你可以用DCV直流電到10 然後紅色接正 黑色接負 然後你用這個方式去測量電壓 你可以用這樣方式測量電壓 那我現在量出來它變成是負的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動作 它現在是電池部分是回充到太陽能板去 所以這時候 當你在有同學開乳室 那這兩時候你會發現 它電壓會上升到4.5 這樣才是正確的 這個同學要測量我們用過工具 以上是我們這一關卡 叫做燙人喘的這樣的喘關任務的介紹 好嗎 近年 近年